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世纪的人类圣经 将2018年定义为精子元年 被这么吹爆也不是没道理的 PV中动听的音乐 好似液体流淌的绿宝石 精美的打字机 啊 这山 啊 这水 是看过PV后每个人的标准反应 精子的首站在2018年的1月11日在B站开幕 人们疯狂涌入 一堵人类圣经风采 还险些挤爆了服务器 观看量和第二名 瞬间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然而隐藏在这下面的 是精子的致命缺陷 在第一集就有不少观众反映剧情没看懂 好像有些过于拖沓 看过精子原作的更是表示 这和原作剧情好像差得有点远 再加上原本就是以画质精良口号 后续几集的正常的画面崩坏 也被观众们纷纷找出 成了吐槽圣 精的谈资 就这样过了许久 精子的热度也逐渐下滑 貌似除了画质精美外 剧情平平淡淡 没有另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我们对精子的期待 变成了吐槽 然而 我们是不是对他过于期待了呢 这部动画 在我看来更像是金阿弥 对于业界的一个挑战 他将动画的画面提升到了业界领先 甚至超前的水平 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在强求剧情可能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而且毕竟这部动画从开始宣传传达给我们的就是精美的画面 动画也没有食言 至于剧情 从来没有人承诺会怎么样 希望 脱下人类圣经的大帽子的精子 会给我们更加美好的体验